要華電子發生四死公安意外 讓勞動部長林美珠即刻前往 了解狀況 去檢討一下 好像相關的SOP 還有相關的那些 那些設施的這個部分 真的是 真的是發生這種事情 真的是 再三叮叮業者強調 SOP作業流程 只是要華到現在 還無法給家屬一個清楚交代 我發現因為我這邊 我是從台北出貨 現場我旁邊有一個人去 偏說是說 就掉下來 那應該是有 我這條電話是說 他們是說有什麼破掉 無法破掉還是怎麼樣掉下去 那應該就是有偶像的行為 要華一開始跟家屬說 屋頂破掉才會導致人員衰弱 但事後又有說法不一 讓家屬認為 要華的公安環境根本有問題 也許上兩天都是12小時 12小時左右嗎 應該不對吧 那勞工舉例應該不一定 所以他都是這樣這樣 兩天修一天修兩天就是都是 連兩天都是要各上12小時12分 這次意外喪生的許家偉 是家中老二平時很孝順 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畢業 當兵退伍後就去要華 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已經做了三四年 兩年前氣爆後 父親認為要華公安環境條件很差 希望他不要再做了 但家偉還是繼續堅守崗位 這回一場公安意外 奪去四條寶貴生命 也讓民眾的工作安全 再度俯上檯面 這裡宜蘭 綜合報導